鬼公众朋友們今天來抽 財幅最新的點券寵物 未來機器人 這個寵物呢 的特性是 使用雙噴時呢有 25%的機率 7秒內基礎動力加10% 且最大速度加2.8 小噴最大速度 這個寵物呢我自己覺得 比較像是 雷陣子吧 跟雷陣子的性能會比較相似 然後有加10%的基礎動力 他在哪裡抽 他在 商城的 幸運蛋 跟逆天鷹是一樣的 接著我們就直接把他抽出來 先拿個30顆 一場空 再來30顆 一場空 90顆 一場空 120 150 接著我們再買30顆 180 中啦 那 真滴 歐洲 隔壁的非洲 太貴了吧 我們就先來把他餵飽吧 他要跳街舞 他沒有腿也可以跳街舞 雙噴時有25%機率 基礎動力加10% 那我們來跑11層吧 11層基本上全部都是雙噴 好 兩個斷痕起步 機器人出了 這個提出很快 雙殺彈射 連出兩個特性 他特性 是可以覆蓋的嗎 他出了特性之後的提出非常非常快 但沒出的時候 就很飛 OK 然後跟大家講個小知識啊 那個地獄天啟呢 為什麼可以那麼快 因為他有加 基礎動力20% 所以他的那個 基礎的提速會非常非常的好 我這個重生意來說 其實效用還不錯 有加最大速度跟基礎提速 小噴 GWW 這個甩尾斷痕 GWW 他又不出來 他又不出特性了 然後再告訴大家一個 基礎動力的一個小知識 他其實是 都有用的 然後他會隨著你的速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會遞減 所以你速度越差的那個 狀態下的話 他的效能是越好的 像是 你經常會掉速的話 像是什麼 西部礦山這種圖啊 他的效用就很好 可是西部礦山 雙噴地方比較少 所以他可能就需要別的基礎的 寵物去加持他 nice 接著呢 我們就來去打 考慮實戰 用這隻 心寵機器人 但是我覺得我這隻是 雞王 哦 美洲大峽谷 這個圖也挺需要基礎動力的 啊有科普大神 機器非洲人 非洲慘了 Made in非洲 小噴 那你是要不要出啦 看來要罵一下才有用 這就跟你家的那種舊電視一樣 他如果訊號不好就要從他腦門給他拍兩下 完了 太久沒用手機過這邊 國星版的那種異星螢幕的 你們不要這樣拍 他會直接換給你看 閃射 小噴 啊 沒去的喔 哇 這裡 還不太習慣 NICE 不過我今天網路好差喔 非洲大峽谷 現隆 未來機器人 開起來 非洲榮亞 推你個頭啦 怎麼都能跟非洲扯上一點關係耶 閃射 哇 撞掉了 打氣 打氣 小飄 彈射 喔 技術動力提升 這裡提升很有感 因為輸子會一直掉下來 哇 彈射都沒出 玩一下有一直外飄的一種感覺 WW 彈射 彈了一半 欸 幹嘛啦 極限 極限操作 剛剛那個是什麼斷飄的嗎 那個什麼東西 NICE啊 小炒今天暑假就穿在亞洲幹嘛 亞洲杯暑假 還不會在暑假打吧 非洲杯我會考慮一下 我一定會 不負眾望的 各位 比誰抽車比較飛 這個東西 基本上 我毫無懸念 奪冠大熱門 那來做個總結吧 這個寵物呢 我自己覺得 以點卷來說的話 可以跟逆天音交替使用 然後 如果你之前呢 已經有搞到這隻楊麗大仙的話呢 就用楊麗大仙吧 楊麗大仙 比這個機器人再強一些 但現在呢 已經拿不到楊麗大仙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以考慮搞一隻來用 後面剩下的話 我推薦勳章寵 勳章 可以課一下 勳章寵物很強 尤其是下一期的死亡 課了之後 不會讓你後悔的 他比聖功暴還要再強強很多 1 2 3 4 5 6 7 這個怪物完了 這個怪物完了 這個怪物完 沒有去到 小噴 G.W.W.送一下 小分 那下 噢 新紀錄 喜歡什麼牌子的衣服 嗯 我都隨便穿了欸 其實我喜歡什麼牌子的衣服 不如說 我喜歡比較素色的衣服 衣服我不噴 我不挑品牌的 小噴 小噴 DW 1 2 3 4 5 6 一條Q 欸 撞了一下 DW 卡西 卡西 撞啦 小問題 小問題 欸 他很溜欸 他一開始就 走右邊欸